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放笔的东西叫笔衫 可以看一下 它类似于一个衫的形状 所以叫笔衫 就是放笔的主要放笔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墨叠 用来放墨的 我们画国画是需要用墨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调色叠 调制一些颜色用的 这个是笔洗 用来洗毛笔用的 另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个吸水纸 就用一张肺的宣纸 一种一个用过的宣纸就可以 然后叠一下 叠成这样的吸水纸 然后我们画画的时候呢 因为毛笔上的水分很多 如果我们要控制水分 所以要用一种吸水纸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国画颜料 看一下 这就是呢 宣纸啊 可以拿一张新的 宣纸 这个宣纸呢 是一尺两开 就是四尺八开的那种 然后是34厘米乘以34厘米的 我准备了一个正方形的 现在就是需要准备这个正纸 这个家里没有的话也可以找一个比较重的东西啊 这个的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固定这个画面 不让你画画的时候这个纸张乱动什么的 好 我们今天来画这个水纤 水纤花啊 今天我来讲一下这个水纤花的画法 好 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新艺术画院的课本 稍儿国画的课本 上面有很多 很多画的画法 今天我们来学这个水纤花啊 这张呢 是我之前在直播之前刚画好的一张 然后这树上呢 都有详细的步骤 介绍的很全面啊 我们今天就来学习画一下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中国的水纤花呢 原种是唐代 从意大利引进而来的 是法国多花水纤的变种 在中国呢 已经有一年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 栽培历史了 然后 这个水纤花呢 为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中栽一些水纤花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因为 它的临近生的泼像洋葱 大蒜 就它这个部位 像洋葱啊 像大蒜 然后顾六朝时称 雅蒜 宋代称 天聪 之后呢 人们还给它取了不少巧妙 美丽的名字 如金盏 银台 力兰 雅克 女星等等 给它起了很多这样的雅称啊 然后中国水纤花的花语呢 它有很多 有万事如意 它代表万事如意啊 吉祥 美好 纯洁 高尚 然后还有纯洁的爱情啊 妇女的德行之类的 然后水纤花呢 它又称 金盏银台 花如其名 绿群 青带 亭亭玉丽 于青波之胜 对不对 这是亭亭玉丽的花朵 然后于青波之胜 然后豪杰的花朵呢 超纯脱俗 高雅清香 格外动人 宛若 凌波仙子踏水而来 好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画一下水纤花 画之前呢 小朋友们先摸一下 这个宣纸 它有一面是光滑的 有一面是粗糙的 我们自己感受一下啊 用粗糙的一面画 然后呢 画之前 我们一起 折一下纸 我们往里呢 折两公分 左右 每个边都要折一下 老师跟你们一起 折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 往里折两公分呢 因为呢 我们后期呢 可能小朋友们啊 需要自己装表呀 之类的 这样就不用 裁你们的画了 尽量所以说 画在 这个 你自己折的 这个方框里 画的时候 小心一点 要注意 起来折一下纸 好 折了一个 大约这样的边框 打开 然后 放上正直 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边框啊 我们画画的时候就画在这个边框里 好 现在我们开始 学习 画这个 水鲜花 首先我们拿一个 稍大一块的毛皮啊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吸一下上面的水分 在汽水纸上吸一下它的水分 然后我们呢 拿过我的墨碟来 加一下浓墨 稍微调和一下啊 让这个墨汁呢 均匀的就是在这个毛笔上 如果发 如果发现这个毛笔呢 水分很多呢 画之前 我们要吸一下水 因为水分太多了呢 水分太多的话 会影影响它的这个线条的质量啊 会变得很粗 好 我们现在开始画 我们先从叶子开始啊 叶子我们画的时候呢 一组一组的去画 不要着急 虽然我们看着 这兰花画完之后 这水鲜花画完之后啊 是很复杂的 但是我们这样画的时候呢 要一组一组的慢慢的去画 然后呢 我现在要加一下这个花瓣啊 我们看一看 可以加在这边 加上这个花瓣 你要画几个主要的瓣 注意我不要画出这个流上 这个水鲜花的花瓣呢 一般为六瓣 划入那个花心 划上 划入那个花蜜 这边可以带来一个 先从画心开始 不要着急 好 现在简单画完了这个花 然后就你们知道啊 这个水仙花要栽在花盆里 现在这边加一个花盆 然后加一个底锅 我们可以在花盆里再加一点东西 装饰一下 加一点小石子 花了石头的那个形状 可以七行怪状的 别洗干净 画一只新毛笔 现在我们从那个 这幅画上颜色最多的颜色开始出手 是绿色因为叶子比较茂密 然后我们先调一个绿色 昨天讲过绿色呢 我们是用孤化颜料里的藤黄加花青 这样调和一下 我们可以先调一点淡的 就是颜色比较浅的绿色 比较嫩的那种绿色啊 可以先画那种 就是新生出来的那种叶子的感觉 黄藤黄加花青啊 加点水 涂叶子的时候也是要一根叶子一根叶子涂 不要涂乱啊 首先涂的时候涂颜色以后 不要让自己乱掉 好 我们那一点的叶子涂了 好 我们现在 涂完了它的叶子 然后我们洗一下这个毛笔啊 我们再画一下它的花盆 花盆可以画一个蓝色的 我直接用这个花青色就可以 我们可以花蕊呢 就直接用这个藤黄 就画它的花心 加一件点水 一定要调和一下啊 这样这个颜色呢 才会就是 更容易融进这个画的 这水分有点多啊 洗一下水 这颜色会看起来很透 点缀上这些花心 好 然后我们洗一下笔 这时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珠标色啊 珠标色 用一点点 然后我们来就是点缀一下这个花 还有这幅画 就让它提亮一下 让这幅画更抢眼一些 加一点藤黄 就一点点就可以啊 不用挑很多 我来这样稍点缀一下 然后我们再画这种石头的感觉啊 给这些小石子上一些颜色 石子呢 我直接用这个珠标啊 加一点花青 调一个褐色或者咖啡色出来 你们如果就是颜色合理啊 有的话可以直接用的 调一个这种咖啡色 调了一个这种咖啡色 好 画这些洗一下水的 用笔的这个侧风 这种咖啡色呢 就像那种有一种那种土的感觉 就是泥土的感觉啊 画一下石子 我现在把它吹干一点啊 我们最好呢 就是在家里准备一个这样的吹风机 一个小号 我们这样画画画呢 画画颜料 我们都知道啊 上面有水分 有水分呢 它就比较湿这个画 湿的话 如果太湿的话 有些我们是没办法画的 所以尽量准备一个这个吹风机 让它就是干的更快一点 因为你们现在所看到 就是我这个画面呢 你们的颜色是很重的 然后因为它是有那个水分在里面啊 所以它会颜色显得很重 但我们干了以后呢 这个画就完全干了 这个颜料完全干了以后 它的颜色会变浅的 这是肯定会变浅的 那个墨色也会变浅的 因为当那个水分消失之后 所以呢 我们就是有什么画 有些 有些颜色上的不足呀 墨色上的不足 我们要等到就干了以后 看一下 哪个地方不足呢 我们还需要再调整一下 现在是干了的状态 现在呢 这幅画你看起来就是 它比刚才要浅了很多 这颜色 然后我整体的这样看一下 觉得还可以 看看有没有地方需要调整 可以再稍作调整一下大家 就自己的画 好 然后我现在要开始落款 落款呢 就主要可以提上 可以简单的提上 就是你的画的 或者这幅画的名字 请名字叫水仙 今天画的水仙花嘛 然后呢 写字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笔吸干 把上面的水的吸干 用干笔啊 干笔浓墨 重一点的颜色 重一点的墨色啊 如果就是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 这个毛笔 那个上面的墨色怎么样 我可以在 这边现在的废纸 我可以先试一下啊 看着它只要写出这个字来 它不音就可以 可以用 我找一个通纳位置 我可以在这这边 这边提上 今天画的名字 水 这不画的名字 然后底下呢 可以加上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呢 你们可以在底下 盖上自己名字的章 然后看 看起来这幅画呢 这边比较空旷 比较空旷 我们可以在这边 再加一个脚章 这样来就是 补一下这个画面 好 这个脚章呢 我就用这个 心意书画院的 心意书画院的这个章 动作一下脚章 一般我们落款呢 这个 题目 然后名字底下 我们是要就是盖自己名字的章 自己名字的一章 可以在这边角落上 补一个这个 补一个这个脚章 还有 可以看一下 这样这幅画就显得更完整一些啊 小萌萌鸡的画的时候 一定不要画出这个框啊 老师也在尽力的 就是控制在这个 画在这个框之内 因为我们后期呢 如果你对自己的作品满意的话 是需要装表的 装表呢 他们要就是结出这么一块 结出这么一块画 然后要去给你就是 加上边框 装表起来的 然后所以呢 我们要留出一个这个框 要不你画的就是太满了的话 画满着一张纸 他要踩你的画 他要踩你的画一部分 这样你的画就显得 就是没那么好看了 所以我们画画 就一定要注意 有出一个空档 好 因为今天直播的关系呢 我可能画的就是比较快 比较快一些 可能有很多小朋友 第一次学习啊之类的 还没有懂 你们可以就这样私下里 如果就是有兴趣的呢 想学的话 可以私下里找我 然后我可以单独 给你上课的 你们现在呢 有今天上午画的呢 也可以你们 让你们的爸妈妈呀 给你们拍下来 拍下来 拍下来你们今天所画的画 可以发到我的微信上 我的微信号就是 那个赵老师啊 发给我 我给你们简单的 可以看一下 同微信上 有什么问题呀 有什么建议呀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嗯 好 今天的呢 直播又先到这里 好 小朋友们再见